董事長 你告館長了 你知道你告館長 我不講都不行了 有人把我的腳本都寫好了 腳本想我能不演嗎 我當然得演啊 當然 董事長 館長說 你民調造假以後在網路上 你的可信度是零耶 真的嗎 今天已經一大堆媒體跑來找我了 媒體找我的主要的話 就根據你這個腳本 來問我這些事情 然後我告訴你很簡單 我的處理啊 因為我先做了第一件工作 你的第一件工作什麼 我先把他到台北地方法院 把他給告啦 你告啦 你把他告著再講 他說你講話又沒有公信力 如果你告他的話 你的可信度是零耶 公信力的問題是 我們可受公平嘛 我們的文章 我們的講法 我們的這個民調 每一件事情都可受公平對不對 你可以 可是你這個公平 這個有個公共評論嘛 對不對 公共評論第一句話就告訴你說 你假民調 那你下面怎麼談 這個不叫公共評論嘛 這個已經到了 還說你收錢 對 收 我收錢 他有權利講我收錢 所以這些事情 這館長 他是 他就是 這個叫做仗士欺人 對 他現在宣布啊 他說他是什麼 他是什麼流量 流量怪獸 流量怪獸嘛 流量怪物 流量怪物嘛 他說仗了 他有流量 有網友支持他 他臉壓無恥 無恥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就可以開始講說這個 假民調等等的 那這是我怎麼處理呢 怎麼處理 我沒有辦法處理 我之後到法院去告他 對 法院告他的好處在哪裡 雙方有個工房嘛 對 工房結果 因為我也被檢驗 他也被檢驗 對 假民調你要透露消息來源 誰告訴你 我只要做假民調 從來沒有想到 他是憂國憂民的人 對 所以我是說 他要討論民調 館長要討論民調 民調是非常專業的東西啦 起碼你要學會統計學 但他講了一點 很無聊 你們拿一千多份 一千多份會準嗎 我有兩萬弱六千份 對 所以他以為 他的認知裡面 他有流量 他就可以決定天下事嘛 他就可以月旦人物嘛 所以他這個 跟我們之間那個知識的水平 跟那個知識含量差距太遠 太遙遠 你什麼意思 知識含量 當然 你看不見他知識含量 因為我不認為館長有人 有這個足夠的專業知識 來研究或來分析 我們美利島的民調 是不是假民調真民調 所以那他一定有所本 他幹嘛要知識 他幹嘛要分析 他麥克風就好 好 如果只有麥克風的話 那就換言之講 叫做言語暴力嘛 那我們對付暴力人物 怎麼處理呢 以暴制暴 對 以暴制暴 或者以法制暴也可以嘛 以法制暴 對不對 我們現在以法制暴 至於其他方面的事情來講的話 你跟這種肌肉做得老 來做交流的話 或者對話的話 很難找到那個整個的 相對的頻道 他講說你去告幹嘛 就兩邊吵架 他可以罵你 你可以罵他 是他言論自由啊 對 言論自由 叫言論自由的有一個 要有水準 水準 要有 你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你說關上沒水準 不是 關上 對 言論自由 起碼要 要吳子家的水準 跟館長的水準 到底是不是在同一個水平線上 這個可以讓全台灣的觀眾 可受公平 我的公信力如何 是由我們自己的 我們是社會上有公平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你 他有兩萬六的流量 有三萬多的流量 並不等於他能夠決定我的公信力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定義的問題 就換言之講 這又回到一個基本的知識問題 當你的知識含量不足的時候 就會隨便去定義別人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知識的落差 這個水準差距非常非常大 好 但有一個 大家不懂的專業問題是 我真的拿一千多份 我真的會準嗎 不是 這個一千多份 這樣講 美利島的這個標準值 每一次的最低份數是1070份 大概比所有的科學規定 稍微高一點點 我們怕有這個錯 怕有錯誤 你說 全世界都 這個統計是一個專業 這個專業都有講說 你今天如果要做一個有效的統計 或有效的這個所謂的調查的話 你只要超過1070 你的準確度就出來了 我們本身是用1070份 來做我們內部的一個 平管控管的標準 這個1070份以外 還有各種不同的年齡層 有不同的 抽樣 都有不同的樣本的 基本的規範 一定要達到這個規範的時候 才能夠完成一個 所謂的成功的民調 成功的民調是有很多的條件 包括你其他的題目的設計 題目的順序的設計 還有你這個 包括你這個整個 你這個跟你這個訪員的要求 這有一套的標準原則 而這個原則不是只有在台灣 在美國這個十幾億的 這個他幾億大 幾億人口的國家 也是一樣的分數啊 美國的皮尤 美國的皮尤 皮尤民調 你要看台灣總要有一家 有公信力的民調嘛 難道美利島不算是其中的一家嗎 然後你就直接就告訴我說 假民調 他不是假民調 周前假民調 他還講說狗民調 我看你上面寫的啊 我什麼變成 我什麼時候變成 我變動物園啊 我變成狗民 我變成狗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我變成狗的情況之下 那他是 他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我請他到法院去證明看看 他叫我是狗民調是什麼結果嗎 好 派塞 我先從柯文哲的嘴巴裡面 我才知道 館長是一個憂國憂民的人 他必須要這樣講 因為怎麼講呢 柯文哲這麼 這麼看重館長 因為他如果不這樣講 館長對他來講 某一種程度上 他以為館長的粉支持他 柯文哲自己的身世就會大好 沒想到716那一場 沒想到讓大家打回原形 原來柯文哲大家以為 他的支持者是高學歷 是年輕人 是中間選民 理性的 結果出來 大家都算館長這樣 然後大家就嚇到 館長不好嗎 館長 全身肌肉不好嗎 全身肌肉 跟柯文哲自己本身 我以為是柯粉的支持者 有一個很遙遠的距離 所以這就有趣了 你知道嗎 你看從那個716之後 媒體有電子報的每一次民調 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怎樣 最近高鴻安的事情 不是講得很嚴重嗎 最近大家不是在討論 一黨拖累全黨嗎 全黨護一人 然後搞得民眾黨 現在感覺聲勢很慘嗎 錯 因為從民調顯示來看 沒有想到 館長對於柯文哲的殺傷力 遠大於高鴻安 為什麼 對柯文哲的殺傷力 因為從716之後 館長在他的直播裡面 霸凌那個拿A4紙的小女生 然後之後他又去參加了 他們的那一次的 他們的黨慶 然後呢不是又有那個 什麼 空姐的應援團 每一次的事件 每一次舉辦活動之後 館長都有現身 現身之後柯文哲的民調 跌跌又跌 你看有沒有 你看上面那個 那個比較淺的藍色的 柯文哲的民調 從那個中間之後 跌 跌 再跌 結果後來我們講說 奇怪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館長不斷的 幫柯文哲的研究 而且不斷的在網路上 館長說我是流量怪物 你們要跟我鬥 你們要小心喔 你們面對的是一個 新型態的戰爭喔 我覺得這個流量怪物 其實有點讓我不知道 該怎麼去講 因為我覺得 你所有講出來的話 譬如說他講到民調這件事情 那講一個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非常吃驚的 他說我告訴你們 現在呢 全台灣有35%支持 這個民進黨的 所以所有65%的 全部都支持我館長的 這哪一個民調 哪一種的數學 會讓你這樣算啊 老天爺啊 除了支持不支持之外 還有不表態的 還有其他的 所以在他世界裡面 他會變成是說 你不是我的朋友 你就是我的敵人 你是我的敵人 你就不是我朋友 他世界就有這樣分法 眾二分法 就是剛剛那個董事長講的 他的知識的含量 可能跟他的身形形成一個很大的對比 所以這就是 吳董之前不是講嗎 民進黨現在在進行一個策略是什麼策略 我不直接打你柯文哲 但是我打你黃國昌 我指引你黃國昌的土地案子 我不直接打柯文哲 但是我指引你館長 你館長霸凌 用你一兩萬的所謂的流量 來霸凌一個小女生 那這樣子發現 隔山打牛 鐵火 痛在誰身上 痛在全部都是柯文哲身上 所以我覺得現在柯文哲 說柯文哲現在是 會到處死了 真的嗎 是啊 沒錯啊 不然你從民調來看 過去這幾個月裡面 其實半個月到一個月的時間 你說柯文哲真的犯了什麼很嚴重的錯 我感覺上也沒來沒壞那些勉強小編的錯 但是只要是館長不斷的直播 不斷的幫柯文哲 講不講 不斷的好像是說我是柯粉 我要幫大家 我要把柯文哲拱上總統之路 這傾向強化不斷連結的情況之下 我怕柯文哲還有機會再跌倒我三 好 那另外大家注意到是 郭台銘呢 郭台銘現在又跑著 郭又跑著去新門 他不斷跑到新門 現在有人講 他連船針機都準備好了 現在郭台銘的狀態是 即使民調現在看起來 就在15%以下 還有10%以下的 但是他就有一種自信就是 我出來我就會贏的自信 假的 你來 寶貞哥 他真的覺得他會贏嗎 他覺得他會贏 他真的覺得他會贏 他覺得他會贏 他覺得他只要9月13日去領表以後 就會一飛沖天以後 侯耳儀就沒了 柯文哲就投降了 柯文哲會當他副手 他現在的算法就是這樣 難怪他就柯文哲這樣 你要事實物為俊傑 寶貞哥我今天不跟大家開玩笑 他會去領表 他會去領表 他會去連署 而且他認為 只要他一出來 來來把這個我們看 電子報這份民調好了 導播你拍一下下面那個 有沒有 細卡都的 有人講說12%你是在搞什麼對不對 11% 12%對不對 11%你在搞什麼 沒有得玩 第四名 你知道內心跟他的支持者 或者旁邊跟他講說 郭董你很棒 你怎麼跟他說嗎 你都沒有宣佈參選 雖然基隆那時候 罐頭鷹還有那個對不對 郭台銘選總統 郭台銘 罐頭鷹笑 自己弄罐頭鷹笑 他說你都沒有宣佈選總統 你就有11% 你就有11% 你一旦宣佈下去 如果要吹哭拉絞 那還得了 犯男就你最大 所以 寶貞哥今天823對不對 早上 侯友宇跟郭台銘 兩個人都在金門對不對 那你上次 柯文哲主任 你要把他撞去 把他十字緊扣 你來 那為什麼今天他不跟侯友宇見面 為什麼 他不要跟侯友宇見面 他不要跟侯友宇見面 他不要了 他講的那個喝咖啡 意思是侯友宇你來當我的副手 或是你退 要不然就不要來了 要不然人家去你的家裡 三次都講出來 你怎麼這樣 你不去跟侯友宇見面呢 所以他現在合作 他還是要當老大的 他不跟侯友宇見面 他不當侯友宇副手 他最好就不管侯友宇 我不能理解 因為我不認為他有機會 可是他等到9月13日零表之後 45天往後 柯文哲主任你要知道 他到時候會出現一個人 到現在我沒有掌握 不知道這個人 會不會是姚惠珍 惠珍如果有40歲才可能 他會有一個副手的人選 要弄進去 可是你一旦弄進去之後 他那個連署書 走到了11月初 10月底的時候 他可以不送件 但如果他做了零表 並且開始連署 然後真的如他身邊的人 告訴他說 你會有百萬份的連署 這我也遲疑 他的身次就會超越柯文哲 百萬連署 對 那他超越柯文哲 那個moment 柯文哲就會 大哥不敢了 我投降了 就當他副手 然後他跟柯文哲一結合以後 他想用百萬連署 壓大家 第一個叫做百萬連署 第二個叫柯文哲投降 第三個叫做郭柯沛以後 就硬壓侯友宇之後 就可以超越賴清德 他是郭柯沛沛 我可以把劇本跟大家講 但是以上手術的劇本 我都不認為會發生 你現在是講第四名的 然後 對 超越第二 超越第二 然後就要打冠軍 但是寶傑克 我跟大家講 到現在為止還在講 準備八百台傳真記 我講說 是不是回到1999年 宋楚瑜要選從龍二送 我突然回到二十幾年前 我剛出道的時候 還在用這種傳統的方式 但我必須講 也不善效 也不去嘲諷郭台銘董事長 他的支持者告訴郭台銘 我們會贏 而且一旦發動百萬連署 他已經弄了多少 全台各地的招牌 他已經找了多少人 我現在不方便講 他認為他都可以爭取到 那些keyman 可是我覺得他可能 有一點一廂情願 都跟他講說 好好好 會幫忙的那些人 都是嘴巴講講的 等到最後 沒有辦法找到那幾個 關鍵的國民黨的大咖 到時候他的聲勢上不來 剛剛所講的那個劇本 就不會發生 好 市長 你是我們這裡面 最長期觀察郭台銘的 你對他的判斷影響最準確 他真的會拼到最後一秒鐘嗎 他真的要郭柯沛嗎 他真的 要用百萬連署 讓柯文哲低頭 然後呢 撵壓侯友誼 對 我覺得韋翰講的版本 是滿有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個性就是這樣 他個性是這樣 說實在他以前 從以前創業到現在為止 他都是打逆風球 他有時候順風 有時候逆風 順風他就毫不客氣 就撵壓你 絕對是這樣 順風就撵壓 他就撵壓你 但是逆風的時候 他會想出很多怪招 怪招 對啊 譬如說我們在節目上講過 以前Michael Dale來的時候 他跟你說我們工廠蓋好 你去看一下 事實上他就是 根本工廠也沒蓋好 他就是讓Michael Dale去看一下 甚至要爭取訂單的時候 他也會跑到人家的飛機上面 跟人家總裁通台 下來的時候 讓這個林百里看到說 你怎麼跟這個人 我要爭取訂單的總裁去下來 所以在他逆風的時候 他會很多怪招 他絕對會想辦法 功勞做一個 他這個人也是 他絕對也不會放棄 對 還沒有到真正絕望 最後的決策點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會用盡全力去做 你說他的個性就是 拼到最後一秒鐘 撤到最後一秒鐘 對 那根據我知道的話 他也是 總部也都已經找好相關的地方 總部找好了 有在裝潢嘛 那些所謂的傳真機什麼 也都好了 的確 因為我朋友有接到這些案子 所以的確是已經 所以真的是已經有準備 也都準備好了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他一定會開動這件事情 那開動這件事 他會觀察 就是會測一測風向嘛 對 我開始連署的時候 這個溫度怎麼樣啊 然後最後的溫度怎麼樣 然後到時候的這個民調的變化 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也很有可能 在最後一刻 他就不選 那不很難看嗎 大家都幫你了 我覺得 四年前他也是這樣子啊 他到最後一刻 也突然是覺得 就不選了 你說我隨時明金收兵 對 因為他沒有什麼包袱 他的包袱相對比較小 反正我 該花的錢 這些錢對他來講 他也應該是 也不算是什麼錢啦 我覺得他會用力 用到最後一刻 但是真正不對勁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是 其實也蠻會盤算的 可是其實很多人 連李彥秋 彥秋姐都出來說 你們幹嘛亂繳貨 可是郭台銘董事長就是這樣 你知道 有時候就是 他喜歡繳貨 也不是說喜歡繳貨 保證你知道 有時候你就是要亂 亂舉 亂的時候 你要用亂拳來打出來 火中取力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三個人 為什麼我覺得他 我也覺得他有勝算 因為第一個 三個人民調 你說真的啦 他跟柯文哲跟那個 跟侯永有差距 可是差距很大嗎 差距也不大 三個人看起來 其實差不多嘛 所以他認為說 或許我民調上來的時候 我有資源啊 我可以碾壓你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目前他的想法 我蠻認同偉翰 他一定覺得 他是真的非常有機會 可以選上總統的 有金黃碟 為定 地方 福祉 我們知道 有 Student 有控告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